Hello,大家好,我是小庄,今天大坤准备修一下我家的打印机。 这个打印机好像已经挺长时间的了吧? 这有个四五年的时间,它里面是墨的那种,墨都高了。 那还能用了吗? 我都不想修一修吗? 这是我在网上买了一个备用墨的磕串,有四个颜色的墨, 一共花了40块钱。 要是修不好,40块钱就打水瓢了。 给了四瓶墨,然后还有四个针头,往这里灌墨。 准备了一副手套,整个手套洗不下去。 我准备疫情期间,往外戴的手套你用上了呗。 对啊,戴上之后,要么那个伞,洗不掉。 你慢点撑,那个可脆弱了。 手太大了,尝尝晾了,看亮不亮。 亮了,亮了就能整个好使吗? 不是,它机器是好使的,但是它那个墨不好使。 我先找个东西附近先试试。 上面都落灰了? 全都是灰,我刚才擦半点了,这还到处都是灰,擦不上去。 应该是不好使的,它的墨应该早都干了,这个连工是我自己做的。 把这纸割里。 放这么多纸啊? 它一张一张做,我拿一个东西,复印一下试试。 找了一个那个,随便找了一个说明书,试一下。 100%是不好使的,复印。 只有一点点,只印出来几个树道。 哦,能看见。 就不行了,就得修了。 就是没有墨了呗。 对,这样。 只能把它想慢慢修一修。 就是干部了呗。 对,这个墨盒就是干部了,但是, 正常就应该换墨盒。 那你的墨盒还能用的吗? 墨盒可贵了,不能换,只能维修。 那就简单修一下吧,反正咱们也不经常用。 对。 得需要用点酒精和棉签。 熟通一下吧。 你帮我拿下酒精和棉签。 嗯。 实在咱家找不到什么不要的小盒的。 这小盒就行,使完就不要了。 嗯。 然后拿酒精给这个,就是墨盒这个下面这个, 这个墨这个地方,让它稀释一下。 有的墨干上了,就把这个口堵住了。 完了咱们给这那个打印机里面给清理一下, 拿酒精。 这里面有的地方,都是那个时间长, 墨给它染了呢。 它墨打印机就这样。 它老也不使,它这个墨就干。 但是这个机器没毛,就是你多长时间不使, 它就正常预软。 就是这个墨盒成本太高。 擦菜赶紧也没用了。 对啊。 不一定能够修好。 你先试试,等修好了之后,你再擦一下。 对啊,万一修好白草了是不是。 对啊。 刚才不湿润了一下吗? 嗯。 先试一试。 它里面还有墨是不是? 嗯,有墨也干了。 主要是那个打印头堵的。 你再试一下。 试一下。 这跟外面那个印刷垫刷刷印的, 不是一个东西是不是啊? 啊,你说复印垫啊。 嗯。 它那个是用粉的,加粉的。 这个是加墨。 这俩这么慢? 这种就这样。 我现在已经修这个打印机修了大概能有两个小时了。 小庄已经不陪我了。 嗯,从最开始的就是一点都打不出来到现在能打出来一点东西了。 这是测试的。 我现在正在无限的给它深度清洗。 它就是墨汁堵那个打印头了。 一直在清洗,一直在清洗。 嗯,不要求它能像原来刚买的时候能打照片。 只要是能打点文件。 稍微有点那个断点也行。 再继续修一会儿。 再修一修,试一试。 现在一共用了三个小时。 能打出来,能打出来点东西了。 咱们试一下啊。 还可以啊。 上面还是有一些那个数字的道。 然后这是打出来的图。 这是刚才测试的纸。 是清洗用测试的纸。 一共用了几张纸。 然后这个手套上面全都是墨汁。 基本上这样就行了。 现在保时这个打印机基本上有几天打点东西。 有几天打点东西。 它应该就会那个堵的那个喷抹口就都能通开。 看这个看我打出这个照片。 你再看我这个图片。 我这个图片是绿色的啊。 那打出来它是蓝色的。 说明那个应该是那个黄加蓝是绿是不是。 那可能就是黄颜色有点堵。 因为它现在只有蓝嘛,没有黄。 黄颜色有点堵。 这个是黄颜色那个连供里面的一个墨针。 它确实是堵了。 呃,这个那个墨干了之后。 它形成像那个固体似的。 把这个墨针那个, 梳墨那个管给堵了。 我现在给它清一下。 这个单独一共四根管嘛。 这个黄颜色这个管堵了。 然后连上注射器。 然后往外抽一下这个墨。 能看到这个墨在走。 让它通了就好了。 它里面有点像那个血栓,说实话。 就是咱们血管里那个血栓。 你看,它到这个头的块堵住了。 吸不上来。 里面是那种固体的东西。 给堵死了。 这里面全都是固体的东西。 现在我已经把那个堵散的东西抽出来。 给它挤出来看看。 完成了。 黄色虽然是通了。 但是绿色还是少。 只有这么一点点。 说明它还是堵。 就这样了。 这总比一个那个就是报废的打印机强。 至起码打点文件了。 打点那个除了绿色以外的东西了。 都可以。 我现在准备把我这一阵积攒的需要打印的文件 都存到右盘里。 过来打一打。 早就像是打印机了。 今天终于修好了。 这点墨水几十块钱没白买。 复活了打印机。 好了朋友们。 喜欢大坤和小庄的朋友们 请点点关注。 咱们下期见。 拜拜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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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。